红色九旅车正要右转开进停车场却疑似没抓好距离 先撞到前方护栏驾驶连忙踩刹车得退撸没想到下一秒 车辆再度重伤只见车壳刮到铁板直接掀开来 驾驶真的好心痛甚至一度慌了手脚 费了好一番功夫才终于开进去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三重幸福水样公园旁停车场 有目击驾驶表示已经在同一个地方看过第五起类似案例 回到现场实际开车进到停车场内可以看到转弯处就是一个直角 也就是说在转弯的时候呢 这个车身和护栏的距离是相当接近 一不小心很有可能就会发生碰撞 仔细比一比停车场出口处因为有弧度 车辆转弯更加顺畅 而入口处是直角转弯时相对狭窄 如果跟这边一样的话会比较好转 只是说从这边进来的话 你要稍微绕大圈一点点进来 因为你怕车车会撞到旁边 还蛮直角的 而且那个空间还蛮小的 应该让它宽一点吧 那个幅度要大一点 远一点 即便入口转角处已经摆放三角锥 提醒驾驶多注意 不过民众还是认为入口设计仍有改善空间 高摊处将请述邀请相关专家团体 来延伤这个护栏调整的可行性 来降低这些事情的一个发生 高摊处表示 后续将派人到场评估也提醒民众 转弯时得更加留意 免得车还没停好 就得先付上一笔高额维修费 3新闻将往前赖心仪新北